在经典烧脑剧大明王朝1566中,会经常出现一个地理名词,两经一十三者。 明朝的疆域并不小,但东北的卢尔嘎都斯,西南的穆斯藏,关系七位,嘎,清,江郊建筑等地,属于基民兴致,没有计算在明朝的省级,以明证为主,行政计划中。 明朝的地方行审权力过大,朱元璋将行审一分为三,呈宣布正十四只管明证,都指挥是司管军事,提行按常司管司法。 明朝有两经加十三省,总共十五个一级行政区,即呈宣布正十四。 那两经呢? 当然是北京和南京了,即治律和南治律。 但在朱元璋时期,北京市至河南开封,现在的北京称为北平,由燕王朱棣镇守。 南京所在地区,当时并没有惯一篮字,就是直立。 北平本地,在红五九年,公元一三七六年,是北平等处成宣布正十四,这是为直立前身。 朱棣即位后,自然要提升北平等处成宣布正十四的地位,身为行载,为签斗北平做准备。 到了永乐十八年,公元一四二零年,紫禁城修好后,朱棣正式签斗北京。 北平成了京,原来的北平等处成宣布正十四就不能再用了。 所以,原来南京地区所用的直立,成了北平等处成宣布正十四的专用。 南京虽然不再是国都,但毕竟还是朱元璋孝林所在,又是明朝隆亲之地。 南京的政治地位依然非常高,如果取消南京的直立地位,等于割断南京之余明朝界。 历的历史,怎么解决? 好吧,在南京的直立前面,加个男子就行了。 这样,既承认了被直立了国都所在的地位,也不影响南京的政治和历史地位,两全其美。 南京的南直立,包括了现在的江苏和上海,安徽两省。 经济八达,是明朝的前代子,密代子。 明朝是两京,定都未经,一律未圆。 以南京为流都,控卧江南强梁。 从这层意义上讲,在明朝,北京是政治中心,南京是经济中心。 两京一十三省,两京是必须排在最前面的。 加在两个直立之间的是山东。 明朝的山东面积非常大,除了现在的山东省区域,还包括辽东。 明朝的一十三省,是不包括辽东辽宁大部的,为什么呢? 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。 北渊退回蒙古大漠,对明朝形成了巨大的局势压力。 明朝在辽东是有重兵,一来可以在侧疫前支北渊, 二来可以通过辽东控制广大东北地区,也就是努尔干都斯。 辽东在明朝最关键的作用是军事,谁有辽东都指挥史思。 辽东人口较少,明政事务也不多,明朝就罢辽东了明政。 话归格不还相望的山东城宣布正史思管辖。 你看明朝地图,山东这两个字,山在辽东,东在山东。 明朝的十三省,严格来说,是十三部正史思,俗称为者。 从沿海算起,有山东、寒辽东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。 然后还有山西、河南、湖广、江西、广西、省会贵。 林、云南、四川、贵州、陕西,包括甘肃东部。 湖广省包括现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,省会住在武昌。 为什么不叫两湖省,广是什么意思? 人朝是六个湖广行省,除了两湖,还包括广西、宋朝时去广南西路。 明朝控制湖广,虽然把广西分出湖广,但湖广这个省名却延不下来。 永乐五年,1407年,明朝控制过郊治,也就是现在日南的北部,设郊治不正史私省。 因为当逼人反抗,到了宣德二年,1427年,明军撤离。 次年,郊治省费。 明朝的省,要早期,一把手是各省的不正史,也只管明正。 明宣宗以后,各省开始设总督或群伏。 不过,这时的总督或群伏,都不是常设职务。 往往是由朝廷派大员到地方,带朝廷治理地方。 明景地后,这种临时性的职务逐渐固定下来。 又不正史管理医省民政,为什么还要多次一举的是总督或群伏? 因为不正史管不了本省的军事或司法。 不正史,都指挥时,提醒暗查史,经常发生矛盾,互相扯疲,严重降低了办事效率。 所以,社总督或群伏,对本省的明政、军事、司法又总则节制之权。 相对来说,如果社总督,重点放在军事上。 比如家进时的明江湖宗宪,他当上浙江,直男指律总督,主要对付倭寇,明政管得不多。 寻伏,本来作动词用,一边寻一边伏,后来成了名词。 明朝的寻伏,在一。 省范围内,有时军权比总督还大。 因为寻伏要同管民、军、法三司。 寻伏有两种,一种是分边塞地区的寻伏,立部和户部推荐寻伏人选, 比如河南、湖广等部延边的省份。 如果是边塞地区的寻伏,要由立部找兵部推荐人选,比如山西寻伏。 这种类,边分离的寻伏推荐制度,直到加近14年,1535年才被除。 九卿大臣开会,立部官员主持,推荐总督或巡抚的合适人选,然后由皇帝批准。 如果是推荐部正式,则三片以上官员都可以推荐。 更多历史地理文章,请关注微信公众号,地图底。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,地图定,广告号,地图等人选,并像,地图图, bagus。 感谢观看